渲染很卡很慢怎么解决 SketchUp从建模到Vray渲染全过程大曝光 我们先搭建出墙体模型 接下来是楼板和地面 窗户 天花造型结构设计 定制类柜子设计 窗帘模型放置 书桌和灯具模型放置 其他装饰品和软装模型 我们倒建议进行下载 一起放置到模型中 再添加一个窗外的贴图模型 添加上Vray的灯光元素 接下来我们使用一眩的云浮物 把模型导出Vray场景文件 发布到一眩调整输出参数 接下来全程就是云渲染的过程 本地渲染要半小时 一眩十分钟搞定 全程不会卡机 一个摸鱼小技巧又学会了 留下评论获取模型文件和渲染参数